前币自出现以来就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是购买货物 保存财富的媒介 是记录社会生活的载体 是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前币作为法定货币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然而当抛开其作为法定货币的角色 而作为一种艺术品和文物 前币又具有了另一种特殊的职能 收藏价值 前币收藏价值有哪些呢 一 艺术欣赏 不同种类前币都有独特等图案 其图案不仅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图像 也有名山 大川 风景名胜 国会名花 这些艺术图案都是经过著名的艺术家群体 反复揣摩 精心设计的 它们都是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二 知识与功能 从前币人物图案上 可以了解各国不同时期政治 经济 文化 艺术等背景 三 文物价值 每一套前币的票面图案设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风貌 其印制铸造质量反映了当时的印制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 四 保值增值 随着钱币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 一些停用 退出流通领域的钱币和限量发行的金属流通纪念币越来越少 受价值规律影响 这些钱币价值直线上升 并随着时间推移 增值潜力越来越大 那么哪些钱币会在这几年成为大家的投资热点 一 具有历史价值的古钱币 这一款囊括了很多 最热门的有银元 武帝钱 咸丰重宝 古钱币中的五十名针 银元其中热门的就属于元大头和龙羊 还有传羊以及湛羊 武帝钱中热门的就属雍正通宝和康熙通宝 还有顺值通宝 列举的这些大家基本上都可以收藏得到 五十名针纯是稀少 市面上很少见到 收藏就难上加难了 二 退出流通市场的老板人民币 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一直是收藏的热点 市面上少见 第三套人民币中的币王的枣红色衣角纸币和墨绿色衣角纸币 它们纯是也是稀少 属于第三套人民币中的珍品 随后就是纸分币中的贯号为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结合的一种纸币 纯是稀少 再就是硬分币中的五大天王与四小龙 三 纪念币 纪念操 今年热度高的有泰山纪念币与520新型纪念币 之前发行的12生销纪念币还有周年纪念币等等 纪念操热度高的有航天纪念操 建国50周年纪念操 龙操等等 纪念币 纪念操其投资小 升值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适合广大人群参与 四 外国钱币 有很多常有喜欢收集外国的钱币 因为其市场价格便宜 收藏起来也容易 钱币上的图案刻画的风格多是多样 适合平民玩家收藏 随着钱币收藏队伍的壮大 一些停用退出流通领域的钱币 和限量发行的流通纪念币越来越少 所谓物以稀为贵 这些钱币价值也逐渐上升 并随着时间推移 争执潜力也越来越大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市场上多多关注一下 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 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登陆Lux Object官方网站 Lux Object寻找您的下一件收藏品